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 虽然现在放开了三胎政策 但是不婚不育现象 却没得到有效改善 视频里的这位主人公大哥 住在北京黄金地段 中共楼下 有自己的私房 可是女儿已经三十多岁 因为工作压力大 暂时还不考虑婚育问题 您在这住了多少年了大哥 我在这住了 也得五十多年了 您有五十了 我都快六十了 不像 这胡同变化大吗 您觉得跟你小的时候别 有变化 这不都休下了吗 这边有腾退计划吗 谁知道反正 西边这边都有 中国楼那边 那中国楼都有 这条户端还没有 那同学您希望自己走吗 那谁也 这古城图上地方就跟你说 谁也不想走 对 再一个走了 它好多都不方便嘛 你总归这儿买东西什么的 看病啊 您这也是工房 我们不是 我们那是私房 您是私房 住几天 私房 我住 两天 两天嘛 那就不错了 就相当不错了 我那个大的二十平米 小的十多平 错 三十多平 就您老两口住 我还有一小孩 现在都是 独生子女 你孩子也不小了 我小孩 三十 结婚了 女孩 没有 也没结婚 那像咱们这个独生子 这个 他是压力大 压力大 比如说他有孩子 咱们可以帮他带孩子呀 你给他带的话 现在谁的孩子 还是谁愿自己带 他教育方法也不一样 您这教育方法 是老的 人家就是 人家是人家是这个 人家那种想法 不一样 这什么事 尤其这个年代 是不是 他这好多的 他都是愿意 愿意自己 自己教育 你可能 他觉得摔根头 你过去就会扶我 他觉得他没事 自己断了断 能不能好 好多还是一样 还是观念点了 对 那您这女儿 交朋友了吗 没有 那您着急吗 那 说不着急那假话 谁 自己父母 是吧 自己的孩子 谁也是 谁也是 您会做他工作吗 也偶尔吧 也说多了 人也烦 像原来咱们这个 这事都是 都是介绍家里头 现在人家不 不想这个 不想走这形势 在于现在的 宾馆男孩女孩 她的都是 都是 压力本来自身的 就压力大 这个除了压力以外 您觉得还有其他 什么原因吗 那您那会儿 是不是 那会儿上班 他就是 还是压力小 现在的压力都大 原来在鸡马铁方 玩 现在什么方法 你干活来说 都干活 是不是 你尝尝 顶多 他吃的比你好一点 他也上时尝吃点 你现在这个 是不是 这钱就是没口了 在这 分担的 就不一样了 现在年轻人都实现了财务自由 更享受一个人的随心生活 担心结婚生子 带来经济负担 工作又比较忙 没空谈恋爱结婚 造成现在人口增长逐年下降 这一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您对此是怎么看的